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我踏进公司大门 就觉得气氛不对 前台看我的眼神 暧昧到能拉丝 我搓了搓起满鸡皮疙瘩的手臂 忐忑不安地走到工位上 屁股刚刚挨上座椅 同时小敏就贼笑着凑了上来 我太熟悉她这副表情了 每次她磕CP磕疯了 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怎么样 齐总的嘴好不好亲 看她两眼放光 我表示疑惑 什么齐总 小敏瞪大了眼睛 徐金,你不会全忘了吧 就齐总啊 昨天团建突然空降的那个呀 我挠了挠头 还是没想起什么起总 我喝酒断片 从玩游戏输了 酒被触碰嘴唇的那一瞬间 李智就离家出走了 但我依稀记得我点了的男模 五官记不清了 就记得帅得要命 嘴软软的也很好亲嘿嘿嘿 下次海点 我按戳戳展望未来 小敏鬼鬼祟祟掏出手机 刚想说什么 迎面走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单方面看我不爽很久的凉天 拍一脸的小人得志 徐金跟某某集团合作的那个项目 非我莫属了 小敏发了的白眼 你梦里的非你莫属 那个项目不是还在等上面分配吗 麒麟是我直系学长 你觉得他会分给谁 我皱了皱眉 对这个齐总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了 凉天他们组上的嫉妒 捅了不少篓子 这个项目不出意外 肯定是分给我们组 笑死 学长怎么了 亲过嘴吗 我们徐金 后面的话被梁田的惊呼打断 学长 他扭捏着招了招手 被叫住的男人冷眼瞥过 完全没理他 目光扫到我身上时 却忽然有了温度 满眼的细血嘲笑 他脚步微停 上上下下打亮着我 梁田却误以为他在看他 笑得跟自己名字一样 甜得凑了上去 学长 好久不见 我们以后就是同事咯 麒麟收回目光 烦躁地择了一声 我不认识你 还有 上班时间注意称呼 梁田将住 我跟小米一起转头憋笑 憋到浑身发抖 过了一会儿 我听到梁田气急败坏离去的声音 我俩才互相靠着笑道狂拍对方大腿 我不认识你 上班时间注意称呼 哈哈哈哈 哦 对了对了 给你看这个 小米掏出了手机 点进一个层层枷锁的相册 边解锁边刀道 你都不知道 齐总昨天可凶了 让我们把视频都删了 我好不容易才存下来的 我瞥了眼屏幕 笑容瞬间凝固 视频中 我双手双脚 缠在名为 麒麟的男人身上 对方白色的衬衣 已经蹭了不少口红印 更要命的是 小米下一刻 给我晒上了耳机 一些不堪入耳的声音出现 老公亲亲妈妈妈妈妈妈 我一边抱着男人的脸 狂亲一边傻笑 你好香啊 老公你肚子上怎么有八块小面包 我吃一口 我吃吃吃吃吃 画面外传来同事们的大笑声 我直接傻掉 原来我点的男模是麒麟啊 怪不得她刚刚那样看我 老天爷 那个项目好像真的要归良田了 小米伸手在我面前挥了挥 回神了姐 怎么样 后来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回不了神了 我感觉我人已经死一半了 我记录游斯道 后来 我还有后来吗 怎么没有 齐总带着你一起走了呀 我勉强把李志拉回笼 他带我去拿 自首吗 这我哪知道 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我摇了摇头 我早上醒来已经在自己家了 那就是齐总送你回去的呗 还贴心地帮我脱了鞋 把我塞被窝里是吗 嗯 办公室陷入一阵诡异的沉默 看来这个问题 只有麒麟自己知道了 此时我们原来的领导 张爱走了过来 拍了拍手 开例会了呀 我行尸走肉 一般走向会议室 凉田坐在我对面 脸色并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 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过去 领导微微侧身 正式给我们介绍麒麟 A大毕业 H国留学海归 曾斩获多个国际大奖等等等等 吹得天花乱坠 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满脑子都是她的嘴好好亲 不是 我甩了甩脑袋 满脑子都是我要完了 最后领导宣布 以后我们部门就由麒麟接手了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麒麟新冠上任三把火 她把我们全痛批了一顿 然后提起某某集团那个项目 就我跟梁田在争的那个 此时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默默构思我的辞职信了 谁知道她一下秒话音突变 B组工作能力有待加强 这个项目交给A组了 别让我失望啊 说吧还瞥了我一眼 我的辞职信突然不用写了 我蹭一下站起来 赵丽说了点功雷话 然后立马带着我的A组成员 风风火火开始工作 梁田路过我的宫位 超大声地哼了一下 徐晶你别得意 这是还没完呢 A组成员早就习惯他来找茶 无人在意 梁田脸上挂不住 又起冲冲走了 忙了一上午 我困得有点受不了 起身打算去茶水间泡个咖啡 这一去可真是给我去清醒了 我刚打算把门眼上 麒麟直接挤了进来 哟 泡咖啡呢 我洗杯子的手一顿 心脏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是啊 齐总也来搞点喝的 这个牌子的咖啡味道还不错 他闷笑了声 我精神高度紧张 他这一声差点没给我吓死 麒麟慢悠悠靠近 我一点点远离 直到被他堵在墙角 退无可退 麒麟捏着条素容咖啡 装作不经意道 老公亲亲 啊啊啊啊啊 我大脑瞬间当机 脸上疯了一样发烫 我直接崩溃 华贵道歉 对不起 齐总 昨天是我喝大了我发酒疯呢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放过小的吧 男人退开了点 笑道 紧张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悄悄抬头 恰好撞上他盛满笑意的眼睛 给我看得一愣 心脏跳得更快了 麒麟一开目光 将手底在唇边轻咳了两声 行了我先回去了 不许摸鱼太久 咖啡不错 等我回到宫位 对上一双双八卦的眼睛 天又塌了 中午我四处躲避 也没躲过他们的魔爪 一行人把我围堵在食堂 小敏为首 率先发难 说 跟齐总在茶水间干什么了 清汤大老爷 泡个咖啡而已 齐总的嘴好抱亲 不是我说 这个就不在这儿说了吧 我纠结着说不说的问题 毕竟按小敏的脾气 我要是不回答 他能缠我一天 我独自沉思 没注意到眼前的人群 早就做鸟受散 麒麟不知道 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哎 说说呗 我也想知道好不好亲 我吓一哆嗦 弹射起步 离开了原地 声音擦过的耳阔 隐隐发烫 我揉了揉 大笑道 齐总放过我吧 开玩笑的 麒麟走了 我深深呼出一口气 抓着小敏怒骂了一顿 没良心地跑 也不知道带我一起 嘿嘿 那好不好亲呀 还行 不远处的男人 轻笑了一声 可惜我没听到 下午 我们组迅速拟好了项目草书 却在预算上犯了难 按照我们公司以往的尿性 最多只能给三百万 不够啊 面对组员一众息迹的目光 我硬着头皮 敲响了麒麟的办公室门 齐总 关于某某集团项目的预算 后面的话忽然停住了 跟我的目光一起 停在了某个地方 白色的衬衣 湿搭搭粘在皮肤上 若隐若现 透出下面结实的肌肉形状 我一下就回想起了 昨晚摸过的手感 紧实温暖 齐琳抽了几张纸巾 擦拭着自己 骨节分明的手上青筋凸起 嗯在自己腹肌上 无端性感 我咽了咽口水 麒麟抬眼 刚刚不小心打翻了水杯 预算怎么了 我漠然回神 连忙把自己眼睛拔开 脸上微微发烫 这是我们草拟的预算表 最少也需要350万 批了 啊 就批了 哥之前 起码得扯皮一两天 早知道就多抱一点了 我暗自懊恼 麒麟扬了扬眉 有问题吗 她就那么大啦啦的 任由湿透的衬衣贴在身上 我的视线 老是控制不住 往那边飞 偏偏她还坦荡地要命 整得我跟得变态一样 我用力摇了摇头 飞快告辞 指针恰好指向六点 下班 预算的是顺利搞定 还意外看到了南菩萨 我心情大好 回到工位上大手一挥 团建去不去 报销吗 好问题 我们组上个月经费 有剩吧 用经费 好耶 组长万岁 哎等等 我有个能找公司 报销的好方法 小敏诡异地笑了笑 一看她 这副表情 我就知道她 没别好屁 果然 下一秒她 高高扬起了手 齐总 我们组团见 一起吗 哎 麒麟 好啊 哎 好消息 能报销了 坏消息 有麒麟 熟悉的包厢 熟悉的饭 一众组员在此刻 格外团结 他们默契地 把所有位置坐满 没坐人的 也放了包包水瓶等站坐 最后只剩下 麒麟旁边还有个位置 我去上了个厕所回来 看到眼前这一幕 杀人的心都有了 正愁着抓哪个 倒霉组员上来 给我疼的坐 麒麟就忧怨开口 像个被抛弃的怨妇 看来我在这打扰大家兴致了 我还是先走好了 我结结巴巴解释 而不是 那个 小米眼睛低溜一转 哪能啊 齐总 我们徐金就是害羞 说吧 推嗓着把我摁在了座位上 他俯身在我耳边 这家饭店五千打底 咱上个月经费可就剩两千多 我虎曲一震 立马坐实了下来 开玩笑 让我垫那多余的三千 做梦 后来想想 还不如垫了那三千呢 麒麟也凑过来 潮湿的气体喷洒在耳畔 是害羞吗 我咬着牙 第一次跟领导坐一起吃饭 有点紧张而已 饭桌上 我跟麒麟老是有意无意碰到一起 可能是膝盖 手腕 或者是肩膀 我的身体好像坏了 碰哪哪发烫 然后大脑又打算当机 我伸手 直直拿起一杯掌的 跟我单独点的冰红茶 有点像的玩意 刚端起来 就被一只大掌不容置疑地按回了桌面 麒麟舔了舔后草牙 又想亲亲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彻底死寂 我与无伦次导 不想 不对 不是 我拿错饮料了 这是啥呀 你见着我冰红茶了吗 旁边的小敏看不下去 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剩下的同事 憋笑的憋笑 掐大腿的掐大腿 我待在原地 头顶上似乎有阵阵白烟冒出 烧透了这是 小敏把我的冰红茶塞到了我手里 在这儿在这儿 快喝吧 麒麟忍俊不禁 她一笑 大家都放松了不少 小敏更是一高人胆大 她说 齐总 昨天谢谢你送徐金回家 嗯 不用谢 我作着冰红茶 抽空抬头 齐总怎么知道我家在哪 说到这个呀 麒麟忽然诡异地拉长了音调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 她接着说 找你们前任领导要的呗 我默默松了口气 还以为我后来还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呢 包厢内空气不太流通 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憋的 我有点头晕 大家继续吃 我去下卫生间 厕所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 我扶着自己额头走过去 突然撞进一个怀抱 徐金 我愣愣地抬头 赵新啊 还没谢谢你帮我修热水器呢 不用谢 你不舒服吗 我晃了晃脑袋 是有点难受 没注意到赵新的手一直停在我后背 我俩的距离也近得过分 忽然 另一双大掌把我从赵新怀里拔了出来 我继续扭头 齐总 你怎么出来了 看你走路顺拐 不放心 出来看看 麒麟脸黑如锅底 声音同样阴沉 她的目光死死钉在赵新身上 话却是对着我说的 徐金 你刚刚是不是碰桌上 那道最瞎了 耶 我挠了挠头 好像是吃了几只 身后的男人叹了口气 走吧 我先送你回家 麒麟愣住了我在她肚子上 胡作非为的手 她架着我 往包厢走 赵新挡住了我俩的去路 微笑道 我技术部的中级工程师赵新 也是徐金的大学同学 我来送吧 你算哪根葱 小敏他们跟我也认识 我送 肯定比你 不好意思 还没问你是谁 他们部门的总监 我从他俩之间抬头 左右张望 理论上来说 我跟赵新更熟一点 但很明显 麒麟也不是我能得罪的 不用麻烦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看我这情商 超高 我沾沾自喜 麒麟一个眼刀射了过来 嗯 我直接低头装安纯 赵学长 不用麻烦你了 其总家跟我家顺路 他送就行 麒麟鼻腔里哼出一声 拉着我直接越过了赵新 殊不知 落在身后的赵新 表情在一瞬间扭曲起来 活像个恶鬼 小敏看我跟麒麟 粘在一起进来的 又疯了 咋了这是 徐晶今晚没喝酒啊 也能醉 我嘿嘿一笑 吃了俩醉瞎 服了 小敏翻了个白眼 转头对麒麟谄媚道 看来今天还得拜托一下 其总 嗯 先走了 麒麟说是送我 其实他自己也喝了酒 没法开车 他领着摇摇晃晃 我在冷风口站了一会 时不时扶我一把 直到滴滴过来 麒麟一把拉开后座车门 把我塞了进去 得了 应该能自己回去吧 我点点头 只是有点晕 自理能力还是有的 我坐上车 扭头问他 可是其总不是说要送我吗 有点事 你先走 哦 我莫名有点失落 默默缩进后座角落 这次团建后是周末 我在家两耳不闻窗外事 大睡特睡了两天 周一 我收拾整洁去上班 发现公司风向好像又变了 前几天 暧昧地朝我笑的前台 今天一脸鄙夷 不止如此 我走到哪 好像都有一群人在偷偷议论我 上电梯也是 明明只有我一个人 可外面的人就是不进来 我摸不着头脑 出了电梯走到工位 小敏第一个飞扑上来 金啊 你让人造谣了 你晓得不 我还不晓得 造什么谣了 小敏把手机对到我面前 公司的千人大群里 沸沸扬扬 传着与我有关的言论 我就说 入职两年就当上小组组长 谁知道怎么来的呀 麒麟就算了 长得还不错 张爱她也下得去手 笑死 男女通吃呗 白天晚上都得上那个B 班 草造谣犯法呀 我全截图了 你们等着法院传票吧 呦呦呦 徐金都有腿毛了 小敏气到眼眶通红 一个两个全在胡说八道 当时我们原来的组长 突然跳槽 是你带着我们 熬了两个星期才熬过来的 怎么就不能当组长了 草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去跟他们互喷 我拍拍她 没事 轻者自轻 能知道这是谁先放出来的吗 小敏摇摇头 不清楚 我看到的时候 已经盖了一千多楼了 张爱 我们的前任领导站在门口 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徐金 过来一下 小敏一下抓紧了我的手臂 我安抚地朝她笑了笑 没事 张姐是什么人 咱都清楚 我不是在哄小敏 我是真觉得这是不大 张爱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 当时力排众议推出的项目 现在是我们公司三大之一 现在顺利升迁 众人也是心服口服 他人虽然伶俐 但向来是非分明 我相信他会站在我这边 张姐 你找我 会议室没有开灯 借着几扇落地窗 也亮堂一片 徐金 你看到群里的言论了吗 刚看到 无稽之谈 但是 公司上面觉得 这严重影响到了公司形象 窗外有乌云飘过 挡住了阳光 室内也昏暗下来 张姐 你应该清楚 那些话有多离谱 那这个呢 张爱将手机推过来 屏幕上是我跟麒麟拥在一起的照片 我瞥了一眼 上周五晚上八点 我们组团见 齐总看我喝醉了 等车的时候 扶了我一下而已 被人找角度 拍了这样一张照片 配点无脑谣言 就判我死刑 再说了 那为什么不是开除麒麟 张爱叹气 麒麟有后台 你有吗 公司希望你能自己离职 另一个原因就是影响到了麒麟 我拳头捏得帮硬 很难想象 这居然是从我敬佩的领导嘴里说出的话 张姐 你当初一句不看人际 只看能力 我记到现在 现在你跟我说 因为一些诬告 因为麒麟背后有人 我就必须咽下这口气 张爱的头垂了下去 权力越大 限制越多 我没办法 算了 我不会辞职的 有本事开了我 你坚持这样 公司也只能 会议室的门 忽然哐当一声砸在墙上 来人怕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 我不适地瞇了瞇眼睛 麒麟走进来 脚尖一踢 叫门甩了回去 张姐要开我的员工 怎么也不问问我的意见 我现在看见她也烦 不耐地扭过了头 徐晶更是公司的员工 我的职能比你高 开她没有问题 张姐听过 我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吗 我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她还能说出这话 我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麒麟斜着眼睛腻我 笑什么 则 我紧急撤回一个笑脸 先出去 这件事我来处理 麒麟胸有成竹 我摊了摊手 离开了 小敏跟壁虎一样 趴在门外偷听 见我出来激动的呀 说啥说啥了 这破会议事 隔音搞那么好 问题不大 真不大 走吧 某某集团今天会过来人吧 过了一会儿 张爱脸色诡异地出来 看到我一度欲言又止 她最后意味深长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了 麒麟出来得慢一点 解决了 小敏捧着手机惊呼 我靠其总你是真的神啊 麒麟挑眉一笑 自信眷狂 给我看得一愣 心脏漏了两拍 说起来 那个群一个管理层的都没有 连我这个芝麻官都进不去 此时只能看小敏的手机 只见麒麟高调进群 发了一个视频后 又高调离场 群里还开了禁言 防止大家再把消息顶上去 我点开视频 昏暗的环境下 依稀可变 是那天团建的饭店门口 麒麟在将我送走后打开的录像 她直直走向马路尽头的拐角 忽儿又跑了起来 画面变得混乱不堪 再次清晰时 镜头正对着一个熟人 梁田 麒麟紧紧抓着她的手腕 声音冷得仿佛催了冰 跟踪我 不是 不是 手机里拍了什么 拿出来 梁田手脚并用挣扎着 劈头散发 面容扭曲 麒麟烦了 一手攥着她 掐断了视频 紧接着 画面直接跳到了警局 阿瑟 这人跟踪我 手机里还偷拍的东西 梁田脸色惨白 不是 我没有 后面长达了十分钟的调解 视频中也可以看到 那张照片就是出自她手 这是不算大 梁田认错道歉后 警察没道理不放人 但在出了警察局后 麒麟将人拦住 梁田 你被开除了 梁田已经快说不出话了 为什么 我解释过很多次 今天的事只是巧合 你不能因为这个开除我 上个季度 报价出错一次 谈合作迟到三次 意外损毁资料五次 还需要我继续说吗 麒麟已经将镜头移开 对准了大马路 梁田还在挣扎 那也得等周一 工作日才能 画面外传出麒麟的吃笑 梁博的声音 轻飘飘定了 另一个人的生死 开你还用等到周一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时有另一个法务部的员工发消息 可以看到谣言最开始 就是梁田的账号发出的 我目瞪口呆 你那天说的有点事 就是这事啊 你以为呢 小敏在一旁缓慢且无声的鼓掌 脸上全是敬佩 齐总 你真的太神了 得了 没啥事都干活去吧 群中还没解禁 张爱也发了个声明 内容组成分别是 辟谣 梁田的处置 以后严令禁止这种事 然后他也退群了 千人大群顺势解禁 所有人自查 群中有没有混入管理层 片刻后 报告群主 全是出吉马咯 没有高吉马咯 此话一出 所有人彻底放飞 卧槽 麒麟最后一句 也太爽了吧 仿佛看了一部爽文 齐总能不能 也用这个语气开了我 感觉好爽 小敏捧着手机 嘎嘎乐 我端着水杯 默默靠近麒麟 哎 你刚刚跟张姐说什么了呀 她出来 脸色好难看 说完顺势抿了一口 巨大的悲口挡住我大半表情 麒麟俯下身 巧声道 没什么 说我在追你而已 噗 我呛了个昏天黑地 呛得脸红脖子粗 小敏急忙跑过来 咋了这是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早就拍手走人 下午 跟某某集团短暂地对接过后 又多了几份文件 需要麒麟签字 我回想起她早上吸血的话 疯狂给自己洗脑她只是开玩笑的 可惜洗脑无果 我一想起来就心脏狂跳 最终 我拜下阵来 随手将文件递给一个组员 这几份文件让齐总签个字 组员不宜有它 只是过了一会儿就扫眉搭眼出来 组长 齐总看完文件 把我劈了一顿 我皱了皱眉 这几份都是我把过关的 大毛病肯定没有 小问题能把人劈成这样 出于一种互独自的心态 我熊啾啾气昂昂 冲向麒麟办公室 齐总 这几份文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找个借口骗你进来而已 齐琳刷刷刷 签上自己的名字 笑咪咪将文件递给我 我反应过来后 立马拉开门找刚刚那个组员 很遗憾 人已经跑了 小米又是一副磕疯了的表情 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经一些 齐总不要再拿我开玩笑了 齐琳比我还正经 我是认真的 他爹的 这我怎么答呀 我夺门而出 落荒而逃 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笑声 这次我听到了 下班后 在公司门口遇到赵新 他看起来是专程在等我 我想了想 把人情还了也好 于是我走过去 赵新 好巧 还没来得及 谢谢你上次帮我修热水器 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吃饭吧 小事 不用在意 我倒是有另一件事找你 让我请了这顿饭先 真不用 你这样我可不敢说事了 我俩并肩走出大门 只见齐琳的车呼啸而过 片刻后又倒了回来 精准挡在我俩面前 他摇下车窗 两位去哪呀 私事 吃饭 我跟赵新同时开口 齐琳选了一个他满意的答案 吃饭啊 不介意多我一个吧 作为回报 我给你俩当司机怎么样 赵新微微俯身在我耳边 这下不提请客的事了吧 齐琳忽然发疯一样 摁了下喇叭 我吓一跳 捂着耳朵站开了点 齐琳脸黑如炭 勾起的嘴角似笑非笑 声音带着几分咬牙切齿 抱歉 手滑 上车吧两位 徐金做副驾 好难伺候 齐琳没问我俩 直接开到了某家餐厅 看到装潢我彻底 按下请客的心 开玩笑 感觉在这里吃顿饭 我得在后厨洗一个月晚 照新也面露难色 齐总 这里看起来 对我们这些牛马不太友好 齐琳冷喝 穷 却在目光触及我时 把后面的字憋了回去 我 虽然没被骂 但是感觉被骂了 我家餐厅免费吃 算了 免费的话我也可以不跟他计较 洗肩 赵新提到了我们大学校庆的事 徐金 你会去吗 要是不忙我就去 到时候去的话跟我说一声 好啊 说起来 那时候我们在一个社团 还经常一起玩呢 齐琳忽然超大声地将杯子砸在桌面 面对我俩的注视 他泰然自若 看什么 没见过人喝酒吗 我撇撇嘴 扭头继续跟照新聊天 另一边的齐琳 双手藏在桌底 手机屏幕上的光映在脸上发绿 不一会儿后 赵新忽然接了个电话 急匆匆就要走人 实验室说出了点问题 我先走了你俩慢慢吃 包厢内瞬间就只剩我跟麒麟 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 空气一下就移你起来 我预盖迷章地喝了口饮料 站起来就想跑 被麒麟抓着手腕扯回座位上 他公司有事你公司也有事 是啊 我突然想起项目书有地方需要修改 我再度起身 再度被抓住 怕什么 写成史我也批 麒麟紧紧攥着我 皮肤相贴的地方快融化了 他一点点靠近 徐金 你喜欢他 倒也没有 那就好 看你俩说话我猝到发疯 我欲哭无泪 手快凝成麻花了 也没能振开他的肢骨 奇总别闹了 奇林直接把头料在我肩膀上 你吃我肚子上八块小面包的时候 怎么不说别闹了 什么虎狼词语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脸上的温度节节攀升 我那是喝醉了 那我也喝醉了 奇林无理取闹 我刚刚喝了很多 在你只顾着跟那个穷鬼说话的时候 他蛊惑道 徐金 想摸腹肌吗 我微微侧过头 对上他墨色的眼眸 咽了咽口水 奇总追人 只会用色诱这一招吗 对你有用吗 他拉着我的手放在了肚子上 爹的 是真好摸 他闷笑 掌心传来微弱的震动 我的心脏也跟着失去 徐金 这次你没醉 嗯 那摸了我的腹肌 要对我负责 我们老徐家 向来不支持男人索要名分 那我算什么 算你色又失败了 奇总 我笑着撤回手 不顾男人气到扭曲的表情 拎包走人了 麒麟直接气笑 徐金 你真完了 直到出了饭店上了地铁 冷气一吹 我才觉得自己的心脏正常了 刚刚在包厢时 跳得跟风了一样 我有自知之明 麒麟对我 最多就是一时兴起的玩玩 张爱那句她有后台 注定我跟她不是一路人 与其放纵自己沉迷 在艰难阶段 不如从一开始就不曾深入 转眼到了孝庆 我将手头的工作归拢安排好后 发现能空出一日 于是我找麒麟披架 麒麟逆了我一眼 非必要不请假 驳回 则 从那天后 她就一直这副样子 连小敏都察觉到不对劲 偷偷拉着我到茶水间 你跟齐总吵架了 算不上 她小心眼而已 谁知麒麟就站在茶水间门口 我小 徐金 你又知道我小了 天傻的 原来真的有人听话听半解 小敏逃之夭夭 我掐着眉心 实在想不出怎么回答她 麒麟看了我半晌 猴杰上上下下滚了好几趟 最后什么也没说 走了 我叹了口气 不批架就不批架吧 也不是非去不可 我转身 忽然被身后的人叫住 你就不能说两句软话 说点好听的我就批了 没等我回复 她又说 算了 假我批了 你孝庆记得一定要去 这又是为什么 但我懒得想了 男人心 还抵真 闹别扭的男人更是难琢磨的要命 这日我回到家 收拾完躺床上都觉得难受 就是一种浑身都有蚂蚁 在爬的难受 但找不出原因 我翻来翻去 忽然发现枕头有股奇怪的味道 我以为是枕套太久没洗 所以拆下来重新换了一套新的 这下舒服了 连不知名的烦躁都减轻了许多 校庆当天 既然有假 那当然要来 我前一晚还给赵新发了消息 得到的答复是她反而来不了了 我只好自己逛 顺着记忆中的路线往活动场地走 然后在半路捡到一个拿着校园索引 但是找不到路的麒麟 麒总 你怎么在这儿 麒麟甩了甩手中的邀请函 你们学校请我来做演讲 我仔细看了看 还真是我们学校发的邀请函 我想起之前张爱介绍她的那一连串头衔 原来是真的 所以你们礼堂怎么走啊 距离开始只有一个小时了 我微微欠身 您这边请 走了半赏 我随手薅了一些纪念品 遇到格外喜欢的 就顺便薅一个给麒麟 麒麟拿着我们学校的徽章 叹了口气 徐金 你真就一点都没想起我 彼时我忙着品尝中药专业学生 新研发的药膳 没听清 嗯 麒总说什么呢 这个好吃你尝一口不 继续吃你的吧 过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她的话 但我没想起来在哪见过她 我挠了挠头 将麒麟送到礼堂后台后 自己找了个角落坐下 余光瞥见不远处站着的志愿者身影晃了晃 我觉得不对 当年我也当过校庆志愿者 一整天下来连饭都不一定有时间吃 对于同学来说 低血糖太正常了 那会儿我最后的工作是在礼堂维持秩序 站了两个多小时我实在撑不住 眼前阵阵发黑 就在我脑壳发昏 天悬地转的时候 有人扶住了我 并且即使雨一般地往我嘴里塞了磕糖 草莓味的 他将我扶到旁边坐下 又着急忙慌跑了 那人好像是 我将目光移到台上站着的男人身上 靠 不会是麒麟吧 来不及细想 那边的女生快晕了 我连忙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 急跑过去 同学 是不是滴血糖 我带了糖果 你吃一点 女孩脸色惨白 刘海瀚晶晶贴在额头上 她虚弱地点了点头 我一如当年麒麟对我那样 将糖塞进她嘴里 走 我扶你过去坐会儿 有其他志愿者 闻声赶了过来 他们团团围着那个女孩 关心她的状况 我就悄悄退出了包围圈 恰好礼堂内掌声轰鸣 有一瞬间 我还以为他们是在为我的建议勇为鼓掌 还好我立马反应过来 是台上的麒麟发言完了 我抬眼 刚好跟麒麟的视线撞上 直勾勾的 不加掩饰的 赞许的 她看着我 唇角勾着笑 仿佛将刚刚我的所作所为 全都看在眼里 我的心跳又不可抑制地加快 我暗自骂她没出息 麒麟从后台退场 我从前门离开 我俩又默契地在礼堂旁边的树林相遇 齐总前几年也来演讲过 没有 得 白琢磨了 麒麟斜着眼观察我的反应 笑了声道 那会儿是跟合伙人来招人的 算不上演讲 看来是有人想起什么了 那会儿就我的人还真是你呀 麒麟咬牙切齿 路过的时候你直愣愣在我怀里了 想不就都难 嗯 这跟我记忆中的就有点差距了 不过问题不大 我向来有恩就要报 那为了报答齐总的救命之恩 请你去我们食堂吃个饭 麒麟浅亨 双手抱着胸 我们那报答救命之恩都是以身相许的 不吃拉倒 最后我们还是去了食堂 饭后 天色渐晚 麒麟提出送我回家 我们学校今天人这么多 打车肯定不方便 于是我答应下来 到家门口后 我发现地殿有些许疑味 可能是邻居路过的时候 不小心蹭倒的 我不已有他 哼着歌拧动了门把手 客厅的窗帘扬起一脚 我右眼皮猛地抽搐 我缓缓环顾四周 脑子里浮现一大堆入室抢劫案 我掏出手机 装作不在意地给麒麟打了电话 一边驴唇不对马嘴的巴巴 一边一向厨房 麒麟终于发现不对劲 徐金 你家 我马上上来 我紧紧抓着菜刀把手 躲在厨房角落 将目光所及之处都确认安全后 才走出去 我深呼吸了几口 走向了房门 沉默几秒后 我手臂用力推开了房门 曹 家里真的有人来过 我的床铺变得混乱不堪 那前几天 我在枕头上发现的意味也是 我头皮发麻 连连后退 门铃声响起 我从猫眼里确认的是麒麟 这才稍微安心 我巧声道 不要打草惊蛇 我怀疑人还在 于是我俩又开始演 打开了电视机 打开了油烟机 打开了冰箱 直到楼下有一屋一屋的声音传来 我彻底安心 躲着的人明显也听到了 我听到嘻嘻嘶嘶的声响 跟麒麟对视了一眼 于是在那人跑出来的时候 我堵门他抓人 满脸通红的赵新 被我俩禽在身下 我看清他的脸 愣在原地 赵新 怎么是你 此时警察也跑了上来 麒麟将人一捆 丢在地上 脸黑得跟叹一样 有什么话去跟警察说吧 警察压着人 取完证 又请我俩去做笔录 赵新哭着让我原谅他 东拉西扯 什么多年有意 说我上次喝醉回家 还是他照顾的我 我恶心地要命 警察叔叔 能不能往死里判他 小姐你先冷静一下 从警局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 我坐在麒麟的车上 脑子里不可控地 回想起赵新的供词 只是倾目已久 只是上次来我家修热水器 偷偷配了钥匙 只是没忍住 只是这样很多次了 一想起来就忍不住作呕 麒麟见我面色不好 提出带我去放松一下 你怕狗吗 不怕 那就好 他打了个电话 随后将我拉到了一个公园 不一会儿后 一只巨大的金毛 飞奔了过来 齐小豆 哇 那只名为 齐小豆的狗扑进麒麟怀里 将它撞得裂切了好几步 看到一人一狗抱在一起 我心情莫名好了点 你家狗还有名有姓的 是吧 齐小豆 你看这是谁 嗯 他还认识我 话音刚落 齐小豆就朝我走过来 他将头塞进我的掌心 滴滴呜了两声 麒麟站在旁边 看来还记得你 不咬人的 随便摸 闻眼我大胆起来 学着刚刚麒麟的样子 呼噜呼噜 齐小豆的狗毛 温暖干燥 超级舒服 我索性将头埋了进去 一股小狗胃 麒麟笑了笑 怎么样 舒服吗 我满足地发出一些不明音节 哎 他怎么认识我呀 没什么 上次你喝醉了 非要拉着他一起跳舞 跳了半个小时 哎 我多此一举的问题 彻底将我击碎 麒麟说 上次团建后 他本来是想把我带回家安置的 是因为我非要拉着 齐小豆跳舞 实在没办法 他才半夜 去找张爱要我家地址 老天爷 我再也不喝酒了 真的 我依旧把头 埋在齐小豆的狗毛里 试图闷死自己 得了 动一动吧 齐小豆维持这姿势很久了 文言我把头往旁边挪了挪 他又不会怪你 我心里的砍过不去 那我要说 其实他也很喜欢跳舞呢 谢谢你呀 麒麟继续说 不信你问他 我伸手撸了撸狗头 齐小豆 你喜欢跳舞吗 喜欢的话就汪一声 汪 我忍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身边传来麒麟的长叹 终于笑了 我扭头看他 路灯下的麒麟 温柔到不可思议 对视的时候 像暖流流过全身 心脏又开始没出息地乱撞 齐总经常说一些 让人误会的话 澄清 不是误会 是真心话 他直勾勾看着我 像要直接看到 我心里去 拜托 徐小姐给个机会吧 谁知道 齐总会不会过段时间就玩腻了 麒麟像是听到一些笑话 你是说 因为知道你在这家公司 我去非洲当了两年牛马 才换来的总监位置 只是为了跟你玩啊 许今 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 那谁知道 齐总会不会突然需要联姻 出现什么未婚妻呀 我老齐家 从来不搞抱办婚姻那一套 我得考虑考虑 说完 我再次把头埋进 齐小豆的狗毛中 得 徐小姐今晚打算睡呢 家里在没进行大扫除之前 我暂时还不想回去 我去酒店开间房就行 不如来我家吧 放心 我家上有管家下有阿姨 还有一只会看家的狗 要是睡不着 可以让齐小豆陪你 我没出息地答应了 当晚还真是齐小豆陪着我睡的 一日 我回家大扫除 麒麟说要来帮忙 她干活干着干着 就脱上衣 八块小面包 就在我眼皮底下来回晃悠 徐今 这个放哪 徐今 冰箱里的牛奶过期了 我扔了呀 徐今 有水喝吗 我去厨房倒了杯水滴给她 然后撑着脸 坐在沙发上 齐总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记不清了 当时匆匆一瞥 以为是意外 没想到是上了心 在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满心满眼都是你了 酸死人的情话 把麒麟说出来 脸不红心不跳 倒是我听了个面红耳赤 恭喜你 这次色又成功了 我说是一切不错的 我说是一切不错的 我说是一切不错的